民眾咳嗽 咳不停 容易誤以為是確診或是長新冠 但醫師提醒 如果出現慢性咳嗽 遲遲沒有改善 很有可能是得了結合病 大部分的病人 都會有慢性咳嗽的問題 慢性咳嗽是一個 他很重要的表現 那其他的就是包括一些 食慾不振 體重下降 或是說他常常會 有一點輕微的發燒 結合病的傳染途徑 是透過口末空氣傳染 發病後的常見症狀 包括咳嗽超過兩週發燒等等 2022年全國共六千四百八十 例感染 四百六十八人死亡 其中六十五歲以上佔了六成 臺北市衛生局擴大結合病免費篩檢對象 包括慢性腹炎血液透析患者 六十歲以上患有慢性主射性肺部疾病 長照機構住民等等 可以到臺北市十一家醫院 進行結合病免費篩檢 儘管結合病經過治療後能痊癒 但畢竟預防還是善於治療 華氏新聞 陳小琦 謝君仲 台北報導